这是最近刚上映就引起全国关注的国茶五侠品 虽然没有一线东西 但正是这样才会受国人欢迎 没想到仅上映三天 不但口碑爆调 还拿下了影视头条热门电影 故事开始 在民间有这么一件诡异之事 始皇六年 天外陨石坠落 出十二亡两 始皇伐之 亡两境 得十二与金石 地收天下之兵 去之咸阳 命方是徐福建造十二把神兵 楼转星仪 虽然这些传说被人渐渐遗忘 但传闻只要集七十二把神机 便可练就永生之水 拥有无限的寿命 和取之不尽的财富 而眼前这名女子便是十二神机之一 这天又有方式想要将其驯服 只见女孩双手掐绝 开始疯狂念中 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 她竟从虚空中抽出一把迷光切宝洞 虽然成功击退牛头怪 可女孩准备用引以为傲的拔刀斩 结束这场战斗时 迷光切却怎么也拔不出来 别费力气了 你是拔不出来的 原来要拔出神兵必须要有点金石价值 而无法出鞘的迷光切中究还是废体 被牛头怪一把鸡飞 此时一名男子正玩着游戏 忽然手机就遭了殃 正当他准备骂娘时 又被一神秘雾提押倒在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孙贼大呼救命 谁知女孩尽一把捂住她的嘴 别说话 带我不讲 为了不结万生枝 黑袍只能暂时离开 虽然成功救下大美女 可孙贼却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很快孙贼的妹妹就被黑袍抓走 孙贼恳求女孩帮忙 但她也不是黑袍的对手 除非能找到点金石 破除迷光切的封印 而令女孩没想到的是 孙贼竟然是自己上一任主任的儿子 母亲消失前 只给孙贼留下一块怀表 而这正好就是点金石 在点金石的协助下 孙贼与女孩签订誓约 这才得知女孩名叫无言 乃是秦始皇建造的十二神机之手 你我刚刚已经立下十元 今生今世 永不分离 怎么能跟顶着似的 虽然有了点金石加持 可要救出妹妹还是痴人说梦 而黑袍却是五星盲尸 不仅能遇鬼神 还能释放结界 此时妹妹就关在这结界之中 但结界只有星石才能打开 在无言的帮助下 孙贼成功打开结界 今天你们都看过我的炼金术 所以都得死 就是那么炼金术是害死我爸妈 我实在要你们都还回来 吐出翘的保重 跟一条废柴有什么区别 而黑袍还不知道 迷光切已经彻底破除封印 此时无言宛如剑星附体 缓缓俯身 将身体压制最低 就在牛头怪靠近时 迷光切出翘 瞬间将其斩飞 接着无言霸气收刀 这收刀动作简直帅大 然而令无言没想到的是 在黑袍的法术加持下 牛头怪又再次站了起来 而孙贼却是个废柴 什么都做不了 照此下去 三人都得交代在这里 无言让两人赶紧离开 自己留下来断后 孙贼只能先带着妹妹逃回家中 他将这一切告诉妹妹 所以你一个法术都没学会 然后你就被抓走了 而无言以一敌二 虽然成功逃了回来 却还是断了一条手臂 陷入昏迷之中 就在孙贼一筹莫展之际 一名神秘人正在远处监视着一切